大家好,我們是紅綠,我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去台湖館的照片 我們會介紹一下我們主人對台湖館看到的角落還有景點跟導入 好,我們要介紹囉 這個是宫洩,它是希拉雅人祭拜祖禮的地方 然後它在早期的時候是會放一些各樣的寺虎 寺虎跟放那個酒或是水用來祭拜的 所以它那個東西也是希拉雅團團無法的那個重要的標根 然後這個是留生機 它那邊德國南非常的滿暗的 然後再加上那個很復古的東西 會有一種很濃很濃的古早的風景在那邊 OK,那我們看一下我們拍的景點 這邊是在,它在那個孔廟前面的那一間那一條古中間 它有很多各式各樣的墊 它都是舊屋翻新的 它除了有保養那些舊屋的樣子 它也有一種感覺上就是會有一種更新的生命在裡面 然後那個女生啊,它是孔廟斜對面那一間蘿蔔的店員 人很好耶,非常的親切 然後我們在那邊有看到一個就是有點像那個燈泡啊 對我們的主演來說它算是,它就是有一種希望的象徵啊 就是好像是說我們在那個人設低潮裡面啊 可以不用就是不要太去氣餒 然後那個老天爺把那個就是給我們的黑暗 但是它是希望說讓我們在黑暗中可以更明顯去看到那個光亮在那裡 然後這一家店是也是在古中街裡面 它裡面有擺設很多奇奇怪怪的東西啊 然後又很可愛 而且那些東西都是老闆他自己創作的 尤其是有個最令我們那個很感興趣的是東西 那個商品叫做角落灰塵 而且你們會超兩塊錢耶 然後我們看一下老屋,這個是阿霞飯店 它是台灣所一所二的飯店 然後它雖然它是,它沒有像一般的飯店是反那個 反歐美的建築 而且它也沒有那種很高的大廳 但是它一樣可以吸引到人潮 就是它的妹的地方 然後連那個蔣經國先生 它連那個蔣經國先生 它也都在那邊吃過 可見它的歷史是蠻悠久的 然後這個是位於台南市公園路 氣象局對面的鳳茶 它會取名為鳳茶是 應該是說它是為了讓茶的無話 還有風土民情 建造一個開發的空間 賦予我們那個台南浦城的都市 一個飲茶的風貌 金色太深了看不大 然後我們看一下我們的傳體照 我們會跳在這邊是因為它是文學館 現代古代的交通店 而且它沒有很突兀 就是不會讓人 沒有,不會讓人看起來就是很怪 它就是不會去突兀 不會有那種衝突感 所以我們就是決定在那邊拍 然後這個我也在台南 全台首府下面拍 是因為孔子會保佑我們學習步驟 好,謝謝 謝謝